哈啰 各位好 教拜登在访问乌克兰波兰前线 访问波兰乌克兰战区的时候 教拜登说了两句话 引起欧洲和美国的反响 说两句什么话呢 教拜登说看在上帝的份上 看在上帝的份上 普京不能继续再责政 教拜登这两句话 是说错了吗 是不是事实吗 是教拜登老了吗 是教拜登 特朗普清醒吗 有 不是 教拜登非常的清醒 教拜登非常的清醒 教拜登亲自访问 乌克兰战区 波兰战区 亲自亲也 目睹了 逃亡普京战争 逃亡 乌克兰的难民 上百万难民 教拜登亲自访问了许许多多难民 亲也目睹了许多多难民 亲也目睹了上百万难民 亲也亲自听取了那些难民的讲解 这场普京战争引起的难民朝将会摧毁欧洲 将会摧毁欧洲 为什么我们再提我们谈谈了三个晚上了 为什么我们再提教拜登这两句话呢 因为这两句话引起了欧洲的反响 特别是德国和法国的反响 再加上当天就引起了美国国内政治圈的反响 美国政治圈马上就辟谣说 乔拜登不是那个意思 乔拜登将会为这两句话盗窃 昨天乔拜登 白宫发布出来的信息 乔拜登说他不会为这一两句话盗窃 他从道德的理念 看到了真实的情况 讲述了乔拜登心灵的反应 真实的反应 为什么国内会 美国国内会 政治圈会 会帮助乔拜登这个洗地 说乔拜登这一句话说错了 而且不是那个意思 可讲美国国内的问题之内一种 由于美国的水晶政策造成了 美国的影响力积极败退 造成了共产党 共产主义思潮积极的推进 这是由于左派 美国国内左派的影响 美国国内政治诡异的影响造成了 出现了中国对美国的战争 或是对美国的战争 这场乌克兰战争 无缘无故的战争 这场乌克兰战争 无缘无故的战争 尽管是这些把普京的这个皇帝梦 这些把普京的帝国梦 这些把俄罗斯的军事强国直接打垮 同时陪障的就是中国 俄罗斯被乌克兰的常规武器 还没有接到正规军 就把俄罗斯打成了这个样子 打成了溃不成军 投降的投降 打烂的打烂 摧毁的摧毁 正硬正硬正硬正他们团的这个被消灭 这还是普通的战争 还没有达到强力的战争 就把俄罗斯打成这样 中国算什么什么都不算 俄罗斯的黑武器算什么什么都不算 马斯克就说了 普京你要动用黑武器 任你选在世界上 在海上任意选择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随便的什么时间发射 发射盗弹发射这个投放黑武器 看你的黑武器 是不是打到你想打的目标 马斯克还说了 或许你的黑武器 就在你俄罗斯的国内就爆炸了 这共产党听起来 好像是天方一谈 绝对美国有这个能力 绝对马斯克有这个能力 过去我在做节目的时候 我就谈过这个方面 就是中国的中国那个时候 贴贴提起黑党威胁美国的时候 或者说或许共产党的黑武器 就在美国国内就爆炸了 你看 从马斯克提醒普京 告诫普京 他们两个打一堵 这个事情看 我们的分析是正确 是正确的 那么 那么我们 Eric 苏贵正传 我们还是谈 贴贴再的两句话 贴贴再的两句话 是亲自访问了 乌克兰战区 亲自访问了 波兰战区 亲眼目睹了 上百万难民 亲自聆听了那些难民 受到战争的揉励的心声 所以教白人说 看在上帝的分上 不能让普京再在这了 这个话分量是非常非常重 但美国继续继续继续 或许要让普京把黑武器投到了美国 看美国能不能清醒 或许让中国用他的黑武器 或是脏弹投到了美国 看美国能不能清醒 都还是未知数 因为美国的国内政治 衍生出来的这次普京的战争 实际上普京战争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倒火线 还是一个银子 是个预言 真正的战场不在乌克兰 真正的战场也不在欧洲 真正的战场在亚洲 在中国国内 中国战场那叫 中国战场 现在还没有打响 现在是冷战打响了 热战还没有打响 什么时候打响 完全掌握在普京和习近平手里 还有掌握在金三胖的手里 金三胖不干节目 他觉得他是大国 或许他们三个随先投放黑弹 现在还是未知数 或许他们就在哪个时间 一年之间就把黑弹引爆 如果说中国把黑弹引爆 中国真的会炸毁地球 至少会炸毁太平洋西岸 直接把台湾 日本 在太平洋西岸的美云基地 直接淹没掉 我们不信 我们走着瞧 工军知道他给美国打 他不是美国对手 知道他不是对手 难道 如果共产党看到普京 常规战争就把普京打得落花流水 那共产党就吓了吗 共产党就不打了吗 西方人就这样想的 是不可能的 共产党一定是要给美国打一仗 他不在乎死多少人 只要打死美国人 他就赢了 那么现在普京也好 这个中国也好 不管怎么弄 不管怎么制裁 还怎么打 只要普京还在 只要习近平还在 只要共产党还在 共产党就赢了 只要俄罗斯是完好的在 俄罗斯就赢了 为什么这样说 他们的存在 中国和俄罗斯的存在 俄罗斯都还吃了 中国的存在 就是毁灭地球的时候 中国的存在就是美国灭亡的时候 中国人 烂都会把美国烂掉 中国的恐怖主义教育 已经是几代人了 中国人哪一个不是共产党 哪一个都会把美国烂掉 我们就看在美国 在全世界的这个切尔汤 哪个切尔汤不是把其他国家的领土占领了 就美国的切尔汤 是不是把美国占领了 凡是切尔汤都是中国人的基地 都是共产党的基地 都是摧毁美国的基地 我们还是谈贾拜登那两句话 贾拜登没有说错 我们支持贾拜登 我认同贾拜登说的话是真心真意的 他是通过实际调查的 他是有第一手资料 如果有自己说这样的话 何况贾拜登还是美国总统 还是民主党的总统 还是左派的总统 贾拜登说的话都还 说他没有说对 贾拜登已经说了 他不会为这两句话道歉 他没有说错 是 当然没有说错 我们支持他 我们就看这个世界往哪个方向走吧 我偶尔也在画 关于政治正确的作品 你看这张我画的脚白灯 昨天晚上我画的构图 这还是构图 只是我画的背景 有人可能说 你开始慢慢转向了 不是 我没转向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 我都支持 美国共和两党 都是美国人 美国共和两党的总统 都是选举出来的 不管共和党承认不承认 写谁就是贾拜登是美国总统 川普是过去的总统 至于下一届 川普也好 哪个也好 当选美国总统 都是美国总统 我都支持 因为选择美国总统是 是美国人的决定 不是有哪一个人的意志为转意 所以说两党 不管两党推出的任何总统 我都支持 尽管是美国的政治诡异 不管他推荐出来的什么样的总统 他也是美国总统 就算不要美国 他也是美国人的选择 就算美国走向灾难 也是美国人的选择 所以我是用我的画笔 借证历史 OK Thank you so much 希望朋友们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投资我的美术工作计划 我后面画的是relaissance 朋友们看看我的作品 我还没有时间跟大家做 艺术方面的节目 因为这段时间的政治 每天每天都是大事件 朋友们感受一下我的作品 看看原因 好吧 我把脚本身上画挪一下 看看远景吧 哪天有时间了 我跟朋友们做一次这个 艺术方面的节目 谈谈 谈谈艺术 我是 这段话是古典主义 古典主义 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 许乐派风格 都是我的强项 现在人都不这样画了 或许我就是 这地球上最后一个master 这样的大型作品 大型的这个古典主义作品 现在没有人能够做出来 如果朋友们不相信 你们收一收现在的人 活着的人 他能够画出我这样的作品吗 所以呢 希望得到朋友们的支持 赞助投资 我将来有条件以后 我办一个 现实主义 艺术大学 把我的一切多月作品 组成一个博物馆 把我一切多月作品 以一切多月作品为基础 组成一个上市公司 希望得到朋友们的支持 赞助投资 投资艺术事业是光荣的 是伟大的 是名利双丰收的 希望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美术工作计划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明天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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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分钟差不多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